一斤的高筋粉加入五克的酵母 面包改良剂 面包改良剂是什么 让这个面团更加的绵软细腻 盐油两克就可以了 是吧 我可以提前把这个秘方给大家曝光 因为刚才赵大叔在旁边 他就是他反复总结之后 然后他写了这么一个单子 雪花粉是500克 酵母五克 鸡蛋一只盐两克 糖是五克 奶粉15克 温水加蜂蜜250克 黄油30克 改良剂 然后也必须得有 然后馅也写了 这就是您总结的所有的经验 对 好 飞哥你把那个偏方给我吧 我今天没白来 回去我也添个新产品吧 这个我们可以公布给大家 可以 完全公布给大家 就是按照这个比例 但是方法是什么 我们现在来看 你加入奶粉 加入糖 拌匀以后我们加入这个蜂蜜水 为什么要加蜂蜜水 加蜂蜜它主要是让它这个麻花更好上颜色 更容易上色 直接打啊 直接打 现在打是不是有点晚了 还好 现在可以 在粉状的时候打是比较合适的 对对对对 是不是 你忘了 确实忘了 那现在来得及吗 没问题 应该在粉状的时候打是最合适的 是吧 对 加鸡蛋的目的是什么 上色还是 也是让它更轩软一些 还有就是让它增加它的营养 这已经达到了面光 盆光 手光了 和面一定要是三光的 好 我们现在可以给它加入黄油了 黄油是不是也加完了 黄油不是 黄油是最后 这个没有完 我开玩笑的 对对对 这时候加黄油 目的是 炸出的成品 凉了以后它不回应 逐渐看着赵大厨 从白色的脸庞变成了红色的脸庞 和面这个事也挺累的 有这个鸡蛋 对 有蜂蜜水 面包擀量剂 奶粉 糖 奶粉 糖 还有什么 最后放黄油 黄油对 让我说您这个 我必须偷绝 揉光以后 我们要给它盖上保温膜 稍微醒十分钟 面团剥好以后 我们开始做酸奶的馅 酸奶馅这非常重要 酸奶馅必须爆浆的 对 给它开小火预热一下 炼乳 刚才那个比例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大家记住了吗 酸奶 给它搅拌一下 把一颗鸡蛋加入牛奶 这三样给它放在一起 等于是给它打一个芡 让它流动前但又不稀 然后包括您说好像有点拉 拉丝的那个质感 对 是不是就靠这一步完成 对 这个馅的质感就有点像 咱们广式典型里边的奶黄馅 现在开始炒酸奶 这一步炒非常关键对吗 酸奶馅成型的一个关键步骤 但是全程不要火太大 好 开锅了 我们把这个芡纹给它勾进去 也忽然间让我想起了 小的时候每年我们家 要贴墙的时候 家里面熬家 是不是 有点那感觉 有点有点 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 一个小的细节 咱们给它过一下筛 立马它这个口感它就不一样了 它里边肯定还会有一些结块 通过这个过筛 就完全把那个块就都给过滤掉了 这样更细密一些 对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馅给它 自然放凉就可以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提前制作了一些 可以吃吗 对 试一下它的口感 有酸奶的香 还有奶香 拿它冻成冰棍应该特别好吃 酸酸甜甜的奶香味很浓 好 我们现在面已经醒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分割面团 分割面团 这要精确数量吗 120克左右 做出来的形状和大小 是非常符合标准的 尽量是让它大小是一样的 因为做点心来说 大小一样非常关键 分割完以后 我们要给它搓圆 搓圆圆以后 再给它稍微的醒一下 像西餐做面包 这个揉面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会双手 怎么办 教大家一下 就跟揉馒头一样 用单手也可以是吧 对 我以为只有双手才好吃呢 对 一麻花是两根嘛 我以为上面双手才好 赵大厨的技术在这呢 搓圆圆以后 一样也是要给它松弛10分钟 我们给它松弛10分钟以后 稍微的搓一下 我总结一个经验 这个尝试给它擀到28厘米 有没有像那个油饼的四六寸 有点像 像不像 差不多差不多 大小跟那个油饼 真的是挺相近的 如果粘的话 就给它来点剥面 好我们擀完了以后 给它 挤这个馅儿 挤上这个馅儿 你们这搁在裱花袋里面 对 两头稍微给它流出一点来 不要给它挤太满了 到最后这块啊 底下一定要给它擀薄一点 从上往身体这块 给它卷一下 那我给您做油 行 麻烦您帮我做一下油 宽油 宽油 一定要宽油 油得宽 我帮忙点火 好 我们做好每一根啊 都要给它稍微的松弛一下 饮一小会儿 对 饮一下 而且它就能达到外酥里轩 对 让它有一发酵的一个时间 用不用试一下 失败率高吗 不高 没事 万一失败别怪我 相信自己 这边 这边 早说嘛 因为我能学会 我就能保证广大观众能学会 差不多 我跟大伙的厨艺差不多 两头稍微给它按压一下 不然它馅儿跑出来 甭瓜子没有 外表看着有点像 我可以来试试吗 简直可以试 好嘞 你来一个 做的一个 姐 你这个白岸的活 确实没有红岸的 你看你挤的这个 你那边怎么办 你缺轻短两个是不是 您把这边给它压一下 可以吧 没有问题 好 我们现在卷麻花了 对 我们现在从第一根来开始卷 大家看 给它稍微的用力均匀一些 搓得长一些 注意看我这手 上下给它炸着 是反着的 对 反着的 上劲 它有那种两股劲 然后它就变成麻花样子了 对 这么一弄 它就成麻花了 然后系一下 稍微的给它搭一下 蘸个水 蘸个水 给它蘸匀了 放在我们这个棉包糠里 蘸好棉包糠 温度已经上来了 炸的时候 贴着锅边给它下去 千万别 油温别高了 而且注意安全 而且下去以后 不要着急翻面 定一下颜色 要炸多久 炸有三四分钟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体积已经变大了 看着就好想吃 我怎么看它算熟了呢 听它的声音 它肯定是这种脆脆的 还有就是看它的体积大小 它已经涨发起来了 来 我们看一看到底 我们的酸奶大麻花 能不能爆姜 我背一下咱们看看 哇 还真的是很多的姜 看 酸奶馅满满的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太好吃了 外表首先是酥脆掉渣的 然后里面跟面包一样 松软的 萱萱的感觉 它那个酸奶 然后依然是那种流动的 那个状态 外皮特别的酥 馅儿还特别的足 外面感觉吃了一个酥脆的麻花 里面又感觉吃了面包 口感特别丰富 同时它里面感觉又是 夹了这个酸奶在里面的 然后给大家整身 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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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的颤抖的 酸奶大麻花 酸奶大麻花制作过程 先将面粉放入酵母 砂糖 还有改良剂 鸡蛋 搅匀 慢慢地加入蜂蜜 温水 最后加入黄油 火成面团以后 我们松弛10分钟 把酸奶煉乳 砂糖放入预热好的锅中 炒开以后 我们把一颗鸡蛋 牛奶 玉米淀粉 对一个芡汁 倒入开锅的酸奶馅里边 用小火加热 给它煮至沸腾 炒凝固了以后 用一个壁子隔一下 晾凉备用就可以了 把面团擀开以后 挤入酸奶馅 卷起来 搓成麻花形 在清水里泡五秒钟 均匀地裹上面包糠 用保鲜膜给它封好 发酵40分钟左右 烧油160度的时候 我们给它放入大麻花 炸至金黄色 捞出控油 我们就可以装盘了 给大家画个重点 和面的时候加入蜂蜜 可以使这个面团 颜色更加红亮 好上色